6月24日,万景佳化联会在锦绣中华举行新闻发布会。 万景佳化联会及万景亚洲文化美食街主席吴建宗表示, 本届美食街将会有超过150个摊位参展,市民可以免费进场。 今年的美食街庆典将会有令人难忘的表演, 包括来自香港和印度宝莱坞的演唱家, 以及万景市年轻人带来的表演。 让市民在体会亚洲文化的同时也展现加拿大本土文化, 感受亚洲文化融入加拿大多元文化之中。 我们愿意欢迎您到这个新闻议会, 但也欢迎您到这个新闻议会, 这次两天将会发生的新闻议会。 首先,我想感谢我们的联系朋友和社会主持人, 来到这个节目, 让我们让其他人和观众议会认为 这个新闻议会的新闻议会。 我是吴建宗医生, Dr. Ken Ng, 《万感市家华联会》和《Taste of Asia》, 这个亚洲文化美食节的主席。 我们今天很高兴在这个记者议会上, 通过明天,星期六,星期日,6月26日, 在我们这个Kennedy和Steel那里, 就会封着这条街, 就会做我们叫做加拿大最大的亚洲户外活动。 那就是《Taste of Asia》, 由明天开始12点钟至夜晚12点, 就有很多美食摊位, 有多个180个摊位有吃, 不同族裔的韩国、日本、中国的美食、 秋豆腐都有很多食物。 还有泰国的大厨都有很多美食。 还有表演方面, 我们有不同族裔的表演, 由明天12点几开始, 我们有原住人在表演, 那些First Nation的Indian是第一次的, 还有我们华人的舞蹈、 武术、歌唱都会有, 还有菲律宾、南亚裔, 那些都会有不同族裔的表演之中, 我们五点钟是这个开幕仪式, 开幕仪式是很特别的, 就是在这个大台那里, 那我们又会有我们First Nation原住人, 就会特别他们的表演, 舞蹈、仪式的, 还有我们中西融合, 我们当然有我们东方一起的表演, 所以中西文化在台中表演是第一次出来的, 还有当然我们的市长薛家平, 可能应该唱一个中文歌一起, 那就是中西融合的了, 那这个演出方面, 我们有很多名流嘉宾都会有, 好像麦嘉廉移民部长, 陈国志厅长, 中国大领事, 总领事, 还有我们当然有泰国大使, 还有远到如来, 我们有黄桂林博士, 他会讲一个有趣的, 是不同族裔的文化, 这个食餐用进餐的文化差异的, 很有趣的, 是星期六晚, 我们当然有远到如来的, 有我们三位歌星会在这儿表演的了, 那这个是星期六二十五号, 还有星期日二十六号, 那很多一家大小的游乐, 还有抽奖方面, 我们最尊佳琦会参照, 我们去日本、韩国、中国、泰国的, 免费抽奖的旅游的, 这个就是所有的, 我们也是免费入场, 还有很多活动参加的, 就是老师会含义的, 大家一起来, 是6月25号,26号, 附近很多免费泊车的位, 当然在太古, 城市广场, 甘肃中华那里, 有几千个泊车, 还有在街上都有, TTC可以去到门口, 一定要的。 除非多广大权傑定服务运力、 そして多广大杂载犯家卫生产规则, 谢谢方墙 hoch, קratos墙游和街上有语言的状现名室。 在世界各種種類似的社會 人和人之間更加隔膜和疏離 透過吳建宗醫生和一班社會領袖 想了一個活動 這個就是Taste of Asia 能夠將疏離的人群聚在一起 他們搞了一年之後 發現原來效果相當好 除了帶動經濟 令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都好了 因此他們每年都搞一次 而且他們每年都比上一年好 我在這裡要恭祝他們 以後繼續進步 八尺桿頭更進一步 多謝 明天晚上 我會見他們明天晚上 你剛剛才剛才說 明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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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見他們的工作 明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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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陽tera 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 重複來 明天晚上 那么星期六和星期天两天 都会有非常精彩的 不停的这个节目 在这个舞台上有精彩的呈现 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空过来 就在太古广场旁边 Kennedy的路上 然后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 品尝美食 欣赏节目 谢谢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豆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